数码转型 数码转型已经是企业迫切要做的事 一来应付不稳定的营商环境 二来透过数据帮助洞察业务发展 但是在数码转型的过程 很多企业只是着重开发应用程式 使用更多云端等等 数据库作为企业营运核心的一部分 反而最常被忽略 市场研究机构加拿早提醒企业 应该采用新一代数据副管理系统 实现更低的维护成本 更大的系统灵活性和敏捷性 以支援真正数码转型 究竟如何才是新一代的数据副管理系统呢 新一代的数据副管理系统 必须要符合到四个特质 第一是可以支持到Multiple Cloud的environment 第二是可以简化到Database 日常的Operation和Maintenance 第三是可以同时扩大数据副的规模 第四是可以减低整个营运成本 Lutnant的XCI 再加上EWA的数据副管理系统 不单可以符合到以上的要求 亦可以支持到市场上主流的数据副 包括Oracle Microsoft SQL Server PostgreSQL MySQL Mariadb 甚至乎新一代的Database 好像SAP HANA 我们都可以支持到 Lutnant的XIWA 可以提供到One Cake的DB Provisioning 无论是Standalone 又或者是Oracle RAC SQL Server AAG等等的DB Custer 都可以Auto Provision 除此之外 我们也提供Copy Data Management 和Patching的功能 不如让我分享下一些案例 我们有一个医疗行业的客户 他们需要定期控制Data 做Analysis 之前这个动作 最少都要十几个小时 以及要预留几百T的Display 来控制Data 但现在用了Lutnant的Database as a Service 很简单 卡几个按针 不用两个小时便可以考虑 另外由于EWA 亦会透过Lutnant的XCI 上的Story Snapshot 去做Theme控制 所以也不需要预留太多的空间 去做这些Development 最近我们也有一个航空业的客户 他们需要做四套 Oracle RAC Database Awan 20TB的Patching 以前他们的Upgrade 说最少需要12个同事 包括IT DBA Contractor 花最少一天的时间去做 但用了EWA 之后 只需要一个同事 去EWA按几个按针 然后大概花一个小时 已经很轻松地完成整个Upgrade 所以单单看这两个Case 其实已经可以感受到EWA 如何为IT减轻了很多负担 Andy 现在我们有好的Database管理工具 如何可以顺利引入企业 以自动化帮助IT日常营运 和节省开发所需要的时间呢? Contractor 说到要顺利的企业 引入一个合适的方案 作为LUTENIX的Servive Partner FUGISO一定帮好手 FUGISO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的解决方案 以企业日常运作为中心 帮助实验自用化运作 FUGISO会从顾问、方案设计、部署、执行 四大范畴为企业提供点对点的服务 优化整个数据库的管理 令企业紧贴市场的步伐 以LUTENIX ERA 为例子 FUGISO会从数据库架构、弹性度、数据迁移、 成绩修补、升级 以及经济效益上全面为企业作出考虑 在部署和执行的时候 往往是企业最头痛的一环 而FUGISO所行的服务范畴正正就可以解决 包括一切的系统设定、备份、数据迁移、 跨平台数据库整合等等 还有最重要的一环 就是确保数据迁移后的完整性 至于后期支援服务 FUGISO都会提供 包括周期性维护、常规检查 减少不必要的故障 以至突发事故全部都会覆盖在内 不乐忽视的还有顾问服务 为企业最佳的日常运作模式作出建议 设计最佳实践 以至满足SLA等等 只要将日常的流程或任务自用化之后 企业就可以腾出更多资源 在业务上扩展 FUGISO拥有庞大和获认证的团队 在每个细节 都能为企业提供相关的专业服务 帮助企业实施最佳方案 成功进行数据转型 以达至企业持续提升方针 FUGISO同时能提供由 LUTENIX认证的高质量日本制XCI 配合整个infrastructure的设计 连同以上提及的数据管理服务 为企业提供真正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FUGISO服务真的很周全 事实上 企业在数码转型的旅程中 最重要是找到合适的伙伴 这样就可以得到最大的照应 投入的资源自然不会浪费 还可以利用到新一代的技术 去提升竞争力和生产力 FUGISO说得对